女人按照托尼的要求 把手伸进他的胸口之中 从身体内部掏出一个电磁线圈 然后将一个新的电弧反应堆 重新装回托尼的身体 原来托尼就是依靠这个神秘装置 驱动钢铁战甲从缅北地区逃了回来 而重获新生的托尼 此时已经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 作为全球最大的高精尖武器制造商 他亲眼看到了战争的残酷无情 于是托尼当即决定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永久关停斯塔克工业武器制造部门 这也让公司的各大补工 对托尼的这一决策表示极为不满 就连托尼最好的朋友罗德上校 都不认可他的这一作品 但托尼却对此毫不在乎 他现在只想升级钢铁战甲马克2号 并且将笨重的装甲部位全部重新设计 托尼很快就研制出了新型战甲的重要组成部 新一代装甲不仅采用了更加氢电兼固的材料 而且会有更加充足的能量作为飞行使用 同时托尼在战甲手臂上也配备了飞行稳定器 在关键时刻蓄力电弧能量即可充当武器使用 托尼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测试调整 终于可以稳定的原地飞行 接下来就是装上战甲外壳 戴上马克2号头盔 在人工智能贾维斯的帮助下 二代战甲开始进行试飞前的最终检测 第一次穿上战甲在黑夜中飞行的托尼非常激动 他想测试这套战甲是否能够突破无人侦察机的最高飞行记录 托尼朝着月亮静置飞去 直到记录突破了几万米高空 托尼这才发现战甲外表已然开始结冰 电弧反应堆甚至在高空高压的环境下直接罢工 在没有动力下的战甲犹如陨石一般砸向地面 在关键时刻托尼手动拧开了电弧反应堆重启装置 这才让他在即将掉落地面的那一瞬间再次飞了起 战甲的成功让托尼重新为人生规划了新的目标方向 虽然这次的测试非常成功 但还有更多值得优化的地理 为了解决高空结冰和战甲自重问题 托尼选用更为氢电坚固的卫星金属 晶态合金这种材料不仅能够减轻装甲自重 还可以增加装甲的外壳墙部 然而让托尼没想到的是 他的一代马克战甲此时已被恐怖分子在沙漠中找到 他们将战甲再次拼凑起来 目的就是批量复制战甲称霸世界 而他们使用的施塔克工业的武器 也被战地记者拍摄得一清二楚 这也就意味着施塔克公司内部有人在暗中 向恐怖分子提供军火交易 托尼一眼就认出了电视中的恐怖组织 就是当初绑架自己的那些人 于是托尼准备亲手彻底解决掉这群恐怖分子 此时他的战甲已然制造完成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